与来访宾客逐一寒暄打招呼 总统蔡英文接见荷兰商艾斯莫尔的执行长副总裁兼首席营运长施奈德访团 至此时表示 期望台湾在接下来的经济变局中 能与伙伴一起强化全球供应链 在紧接而来的全球经济变局中 我们相信台湾的先进的半导体产能 将有助于振兴区域跟全球的经济 我们也期待台湾跟民主盟友持续的深化合作 一起打造更安全 而且具有任性的全球供应链 艾斯莫尔目前在台湾总共有五个厂指 员工超过4500人 也持续扩展团队 包括物流及供应链方面 此外在台湾除了工业部门外 持续拓展研发等领域的部门 明年7月将动工的北部投资案 则是艾斯莫尔有史以来 在台湾最大的投资金额 对此蔡英文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艾斯莫尔以具体的行动投资台湾 也和台湾半导体产业一起提升 全球半导体的技术能力 我相信这也让过度炒作 台湾风险的谣言不公直播 施耐德表示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积极发展 台湾半导体产业对世界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艾斯莫尔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并支持台湾的客户群及全球半导体产业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义豪黄雁玲台湾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